宝宝护理 如何给新生儿拍隔? 宝宝吃奶的时候不小心吃入空气,会导致宝宝打嗝。 如果没有及时拍隔,把气体拍出,宝宝容易吐奶。 先来学学给宝宝拍隔的两种姿势吧! 1. 坐式拍隔 让宝宝坐在腿上 另一只腿稍稍垫高,稳住宝宝坐姿 一只手护住宝宝头颈部 让宝宝靠在手掌上 另一只手五指并楼 手心弯曲,成空心掌拍宝宝的背 从下往上轻轻拍 将宝宝肚子里的气泡拍出 2. 树式拍隔 将宝宝竖抱趴在肩头 一只手托起,稳住宝宝 另一只手成空心掌 在宝宝的背部,从下往上轻轻拍 注意观察宝宝的反应 不要让宝宝的口鼻被堵住 宝妈可以垫一条小毛巾在肩膀上 避免拍隔过程中宝宝吐奶,弄脏衣服 人工喂养的宝宝大约每吸食150毫升拍隔一次 轻微的宝宝尽量在宝宝吸奶停顿 或换吸另一侧乳房的时候给宝宝拍隔 宝宝吃得高兴的时候不要为了拍隔打断它 不然宝宝哭闹,可能会吸入更多空气 喂奶结束后要再次给宝宝拍隔 如果听到宝宝打嗝的声音 说明气体已经拍出了 如果宝宝没有拍出隔来,也不需要一直拍 怕宝宝睡着突然呛奶 建议保持侧卧位比较安全